大家好,我是王不老,说半岛 今天又来到了半岛儿童不一篇了 今天我想要把这个芯片里面最重要的 Iversion的这个观念 用半岛王后的三批反形高潮来解释 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记得我们以前讲过 上回讲过半岛皇后跟金属渣男 他们的轻易接触 简单的讲,我们再回头再想一想 再看一看 在金属渣男跟半岛皇后接触之前 他们的贝敏人是各自豪马牛 也不相干了 接触以后,他们的贝敏人 能接,prime level必须一模一样 这是自然界的规律 也是保利大地 poly exclusive principle证明出来的 必须一样 不然就不是所谓的equilibri 那这个地方呢 是无法达到高潮 它就是有一个能接的弯曲 这个能接弯曲对于我们等一下要讲到 inversion,高潮很有关系 但是这个地方却没有办法有任何高潮 这个我们前面要讲的,下面要讲的高潮 叫做inversion 那么简单的讲 任何东西接触以后 都有一个能接,能量能接 都有一个的反应 它都有一个能接弯曲带 这个能缺弯曲带呢 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东西了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插掉以后 来看一下下一页 下一页 要讲的是3P 我讲的不够性感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3P的意思啊 是讲的是这样子 当有一个小3插进来 这个小3是谁呢 小3就是某一种氧化物 最有名的当然是氧化鲑 但现在用的是这个 这个Happian Moxa 它介入渣男跟皇后二子之间 三个人玩起了3P 然后金属渣男用外界的这个电压 它这个本身没有格调 你外界定压给什么 它就调它的这个观点来 它一点揭晒都没有人都知道 为什么叫某人就在这里 很容易受外界引诱啊 比方说给它一个负压 他就往上提 给它一个针压 他就往下走 这个会影响到两个东西 小3也会影响 然后的半导皇后也会影响 小3影响什么呢 电位往下压的时候 它有一个电位差 是往往下倾斜 往左倾斜 如果是往上的话 是往右倾斜 然而半导皇后的反应呢 经过了这个电位差 经过了这个电位 经过这个地方 解决了一些电位差的问题 它这个地方 它也会因此弯曲 至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刚刚讲的这个金属渣男 和半导皇后 直接接触的时候 差不多的 它都会有一个 能带弯曲现象 而这个这里人 要讲的能带弯曲现象呢 却是因为外加的电位产生的 它接触 它因为它没有直接接触 它是经过了这个绝缘体 间接的影响到 这个半导皇后的反应 半导皇后呢 它会 玩起3P高潮 不断吃鸡之下 它会爽到一个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 depletion现象 变得非常饥渴 它表面上形成一个 薄薄的特殊空间 这个空间呢 在这个地方 当它计可到某种程度的时候 当这一条 这一条线 等一下我们会解释 超过了这个关门来过 超过了关门来过 它就进入一个极爽的区域 非常爽的区域 当它超过很多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讲的超多少 它会形成一个特殊的空间 这个叫做2D gas charge inversion 但是它还是没有高潮 它不是真正的inversion 因为它没有current 没有电流 那我讲了这个 我现在要讲的这个inversion 什么意思呢 是真正的一个高潮 我们现在看的高潮 来看一个简单的短影片 这里面的这个simulation 就可以看到 当电压超过一个某一个临界电压的时候 这个电压呢 它就会 在这里的话是大概在这里 当电压冲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0.45V的时候能 它就瞬间 你看到没有 瞬间爆发 瞬间爽到 瞬间高潮 这个高潮 是一个真正的inversion 那这就是我要讲的 这个inversion 那么capacitor moth cap 就是moth capacitor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capacitor 它没有淡淡 它没有淡淡 它怎么去这个 对不对 关掉 它没有淡淡 它必须淡淡提供 这两个淡淡呢 必须 必须提供了 必须这两个淡淡 必须提供了电子 它才会 它才会导功 inversion的时候 它提供一个channel 那个地方瞬间的电阻变得很小 电容变得很大 就是瞬间电阻变得很小的时候 就冲过来了 所以必须有淡淡 淡淡提供的载子 可能是电子 或者电动 如果是电子 就是mmosfet 如果是电动 就是pmosfet 再提一下 再confirm一下 moth capacitor 是没有真正inversion 没有真正电流的inversion 它有个电荷 它没有一个电容 没有电流的inversion 那么我就问几个问题了 这个3P而言 我们现在来细部分解一下 外加电压在上下抽动调情的时候 这个抽动调情的时候 半导往后的反应如何 半导 记得一点 它的这条线 不管你在什么状况之下 它都是不变的 它的相对应于EV都是这个距离 比方说你看 这个距离跟这个距离 它是没有改变的 不管是哪一个图 不管是哪一个图 它的内心不变 但是它的表面面色改变 它的面色改变 那改变区域呢 我们讲过了 是space charge region 就是整个脸皮 有空间电荷的地方 空间电荷charge 有一个space charge region 就是这个弯的地方 这个地方 同时弯曲 所以我们称之为band bending band bending 那我们还要再强调一点 band bending band bending 是不变的 这条线是不动的 那么band bending 要弯到什么程度 才会有一个 我刚刚讲过的 四高层 从这个细部分解图 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这个作者呢 甚至把这里面的 宅子的浓度 公式都写出来 所以还不错 我们就自己来看一下 这里要介绍的几个 重点和观点是 这个叫做 surface potential 在这个地方呢 是你的firmary level 相对于 你的这个中间 叫限距 为什么这个样重要呢 因为它弯曲的程度 我们现在看它怎么弯 这个我是指示说 EG它的这个距离 是保持固定 这个EG就是它的band gap 从这里弯下去 在这里弯下去的时候 在这里 其实这个点在这里 它只是没有画 它的距离是一样 从这个EV的去跟小三的界面 EV小三的界面 它还是维持 以及它没有变大 这个图论的画错 我们把它放回去 那么弯下来程度 中间也弯了吗 弯的程度 相对于firmary level 这个程度 这个程度呢 是我们要放的重点 就是从这里 这个 这条中线 弯下去 相对应于 firmary level的高度 讲究在这一点 它这一点的高度是多少 非常重要 弯到这里 最大的时候 就不得了了 当你超过两个5B的时候 就会出现 strong inversion 如果这个弯的时候 弯曲的时候 只到了一点点的时候 这是一个weak inversion 非常弱 如果弯的只有 跟这个差不了多少 比它小一点 但是最多是到一个5B的时候 叫做moder inversion moder inversion 它的这个 电子跟电动的浓度 差不了多少 但是一旦超过了2的时候 超过了两倍的5B的时候 这个B的时候 它就进入了strong inversion 那这个你说还是不太清楚 但是我这个地方是给大家解释的是 电位往下拉的时候 你的bending 这一条线也继续往下拉 我们以这个中线为基准点 来比较起到底弯了多少 它的量化 它的量化是根据 你这一点 弯曲的这一点 与半岛本身那一对不动的点 那个不动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prime level 就是你的配领能力 它不动的那一点 这不动的那一点的距离 这个大小非常重要 我们如果用一个更理论的方法来看的话 用电荷 前面讲电荷的观念来看 就比较更清楚 比方说 这个是指数的 注意到这个电荷的累积是指数的 而这个电位是线性的 在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depletion 它这个地方是非常微弱的 你家里电压 它没什么动 叫weak inversion的时候呢 moderate或者weak inversion 这个地方是moderate或者是weak 你这地方呢 几乎是线性 你看 它这个地方是有缓慢的增加 在你从0.35V到0.65V的时候 你的缓慢增加 但从这里就不一样 你冲过了这一点 你看没有 它就进入一个指数区 这个指数区啊 一下子 像说 我说 来1V吧 蹦 它就可以 调了两个数 三个数量 从这个地方 像说 我从0 我 我在比较起 像是 这个我冲过1V 如果用1V的话 比较起我的0.4V 或者是 这里是0.67V 是它的灵界电压 灵界电压 超过它以后 它就呈现指数 从这个地方呈现指数上升 这个指数上升呢 比方说的 例如往里看 这里是 如生师的负五次方 这个 这个 Curie Centimeter Square 你看 它的电容 我们就 它的电荷 就增加了 数个 三四个数量 这一点 就会使它产生一个 版型 inversion 不过 说实话 说实在话 这个方法 却不是 真正芯片 这种采用 这是帮助大家 用理论来了解 它实际上 它并没有用 即使这个方法 也是没有用 这个方法 前面讲 这个电压 它超过这个 两倍的 两倍的 这个 VPE的时候 就会 就会变成inversion 这个方法 其实没有真正的用 只是大家 帮大家了解 这个状况 再 意思是说 当你超过 两倍的 VPE的时候呢 它的电荷 与电压 成指数 这个观念就重要 指数分布 强调质点 在小于它的时候 就线性 没有什么用 这一点的电荷 没有用 那么如果 大家 在看报告的时候 看到个CD curve CD curve的时候 你可以 这是一个 mouse cap的CD curve 那么 通常呢 你会看到 它是一个像一个像 V线的这个曲线 我今天要谈的是 Stron Inversion Mouse cap 没有真正的这个 没有真正淡淡 没有说 没有电流的 这个inversion 它是有Charge 新增一个2D guess 是我称 那一个四高层 它在inversion的时候 刚刚讲过了 在这里 它这里 指数上升 一大堆电荷产生 这个我要讲 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呢 就是 红线区画 这里的电 这是电荷密度 它会形成一个 薄薄的一层 薄薄的一层 这个是小三 这个是 这个是小三区 靠近小三的 半导房后的界面呢 脸色特别红润 红到 红到不行 这一点 而且是非常薄 这薄到 其实小于5个纳米 它电荷当然 是非常大 因为它电荷非常大 电荣值呢 不是电荷非常大 电荷非常大 产生的电荣值呢 这么薄一层嘛 也变得很大 所以说 为什么这个贫的关系 因为它有贫蔽效应 贫蔽效应是说 你家有电位 家的再多 它看不到 它看不到你家的电位 因为它已经被挡住 被那一层 这一层东西挡住 所以电荷无法再增加 这个意思 在CV上课 它就是一个 Plateau 就是一个平的区域 是一个保护的现象 那么 Moscad为什么没有真正的 这个 是一个真正高层 因为这个蛋蛋 Source and Drain 里面藏了很多很多的 电子或者电动 当你这个地方 一导通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过了 它提供了很多很多的电荷 那个地方的电阻 就相对性的 突然变得很低 变得很低 瞬间导通 这个导通是高潮了吗 大量的地都产生 这个地方还怕了更 加一个加强板 这个只是 这个只是说 好像你加了很多电荷 它的那个板层形成 一个inversion layer形成 那么OK 你就导电了 在你的电位 通过25B的时候 25B的时候 那有一个状况之下是 蛋蛋本身 如果够强的话 里面比方说 Silicon Germanium 我记得提过的 以前提过的 我给大家点击去看 SIGI Germanium 它会挤压这个地方 这个蛋蛋挤压这个channel 会提供一个很大的硬力 那这个地方是 Compressor Stressor 或PMOS 它会加强它的爆发 这个爆发力道 甚至可以加强电流 三分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加强 硬力以后 电子在里面呢 这里不是电子 电动 在里面运动的时候呢 它会发现 它更喜欢被压 所以电动 跑的速度更快 那么我刚刚讲说 我们刚刚提到这一点 说 这个方法不被 像25B啦 什么 这个Strom Inversion 这个观念呢 在真正芯片里面 是不被采用 它只是给大家 用理论计算 理论计算出来 给大家说 什么是Inversion 什么是Strom Inversion 那真正在晶片的世界里面 它不是这样定义 它其实就是以前我们讲的 普尼奇奥义了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说厂商要求 当在某一个漏电流之下 比方说 这是我的漏电流 这是漏电流 漏电流在这里 然后它的定乏电流 它的饱和电位是多少 通常至少 饱和电位是漏电流 六次方以上 一二三四五六 至少在这里 至少在这个以上 它的饱和电位 必须要满足这个条件 而且是从漏电流的角度来看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就设它为VT 就是它的临界的电压 然后我要求 我在0.7伏的时候 它的电流必须是这么大 这个就是工业界上用 并不是这个 前面所提的这些方式 它是用漏电流的观念 这里方漏电流的观念 来规范说 在某个漏电流 定义为 然后我必须要有 多少电流 在饱和的时候 多少电流 这个观念来做 当然你不能说 那是不是会有 是不是会有 这个imbrushing现象 它一定有 可是你看看在这里 它在这里就很难弄 你看这一点点吗 你是0.67 这是0.71 0.71 0.72 0.73 到底哪一个是灵界 哪一个是灵界电压呢 很难讲吧 就这个地方会有点问题 所以说他们 就不太好定义 那么芯片呢 其实它 它是一点点的电压 都要增的 一点点都要增的 所以它就必须用漏电流来定义 还是比较健康一点 因为漏电流 真正大家能用 你的手机当当漏的话 那你就很不高兴 你这个手机本来是 charge一天的 结果是三个小时 就要再charge一次 那你就根本不会买它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看 漫导皇后 三批高潮的成长值 本来是90纳米的时候 长这个样子 然后后来呢 四数纳米 六数纳米以后 就有一个high k出现 这个四数有high k了 原来小三已经换了 这个地方 还是老的小三 SiO2 但是在四数纳米之后呢 high k出现 high k就是新小三 甚至 high k first 跟那个gate last 这个gate也不是金属 在这里是 在这里的小三是poly SiO2 还是硅 到这里就不是硅了 到这里以后的硅都坏了 这里可以全部都换掉 变成某一种金属 某一种金属 其一就是gate 这个地方 甚至形状都改变 但是它的 金属渣男跟小三呢 是新人 它倒是坏 这个是最重要 这个我们以后 在很多制程里面 讨论金属渣男的需求 小三的需求呢 这是我们以后在 别的章节奖 所以这个回到我们的主题 半岛皇后的三批反型高潮 Moscow 没有 没有高潮 它是一种假高潮 是高潮 真正的是Moscow 这一点观念 希望大家在读书的时候 能够有这个观念 再去读那个细节 我们的演讲稿 通常不会把所有的公司 立给你看 这在这个时候都有 而是提供给大家一个观念 一个visual aid 好像你能看到那个东西一样 这样的话你读起书来 就会觉得很轻松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